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雲吉苏盈之 第一次终于办自己个人演唱会 我觉得这一次当然是紧张又兴奋 可是我觉得来得更可不贵的是 因为当初我发片第一张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人生当中30岁一定要办 我自己个人的演唱会我做到了 而且我做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我答应过的团队们 我会用回他们的所有的音乐人 所有的服装设计大师啊 化妆师 还有所有的怎么说幕后工作人员 我也做到了 所以是一步一脚印的一个concept 我觉得很可悟 演唱会呢 其实不是只是一年的准备 我觉得我大概准备 从出道到现在我都落入去再准备 因为那时候是出道的 是下的一个目标 所以大概准备了七年 当然我觉得我慢慢去收集更多的材料 去台湾发展啊 去其他地方 去收更多更多的怎么才艺啦 去学去 去经历一些情感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呢 很多看头 除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舞台上 服装上 不管是才艺方面 其实所有concept 还有整体上的一个表演方式呢 是非常另类的 其实苏英师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都会想很长远 当然不会后悔 我做每一些事情呢 都有想到很长很长的后果 而且另外的东西是 我会完完全地看完身份的责任 这一次我只是发言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言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不想造成什么的轰动 也不想利用这个去做什么宣传 我只是想为人民去说一些话 其实还没有选美姐之前呢 我已经从16岁开始唱歌 然后那时候还在林伟雄的一个客室 可是我看到很多我的师姐师兄啊 一直在找机会 可是我就说 那些机会就留给他们吧 我觉得我不想去整一些东西 所以我先出国念书 念书回来过后呢 也开始那时候很多新秀比赛啊 选美啦 我所有比赛都去参加 然后我想看什么东西可以引导我进去演艺圈 没想到是美姐这条路 所以美姐过后呢 我就想说 就继续去往歌唱方面发展 但是没想到呢 我当去敲很多唱片公司门的时候呢 他们竟然告诉我说 诶我们没有做过美姐 嗯 我说是哦 你们没有做过 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信心做的话 那不要勉强 那时候呢 我跟我经纪人就说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想更大吧 我们两个人自己是闯一条新路出来吧 所以那时候呢 就想到说 如果是 市场上没有的话 我们就闯嘛 那第一到第三章 都是在尝试 所以我们跌到很多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跌的时候呢 我才会去尝试各个东西 比如演戏啦 创作啦 去学舞蹈啦 那些东西 让我更积极 我想到 如果当初第一章就成功的话 我看今天我就不会变钢铁匙了 我看可能就 就会去嫁人了吧 可能塑铁匙都会消失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感恩 就是前面一路以来的 很多的风波 其实所有的风波 都是一个磨练 也很庆幸说 当初没有唱片公司肯牵我 因为 我才发觉到原来艺人 红当然要红 可是我不要 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红了过后 你不是自己做的话 也没有用啦 因为团队会走掉 所以 学会经营 过后呢 才会这么快 后面就是从大马去到台湾 现在去到台湾 我不只是一个艺人 只是一个商业人 然后里面也是要学企划啦 宣传那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呢 接下来 所以要开什么演唱会啦 或者什么都会来得比较快 因为都是在自己的经验 好 我每次说 舞台呢 我不会霸占这么久 因为 我肯定会下台 因为呢 我觉得 舞台上就留给新人吧 有时候在舞台上派酒的话呢 会变到忙碌 因为你会 不择手段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是 会被名利给冲破了头 所以 我觉得人 大人啦 一定要怎么说 让给就是 之下的小朋友们 因为我们都有尝试过了 对吗 而且还有更多东西去做 当然 偶尔可以回来就是 站台啊 这样子 不过我会就是 陆陆续续续 去发展更大的东西 那期限呢 每十年当然 苏印是 对人生的规划 有一定的规划 二十到三十 我曾经承诺过自己说 会完成我的学业 然后 会去创造我的自己个人的品牌 还有去开拓亚洲市场 那做到了这个过后呢 今年就三十岁了嘛 三十到四十 到底苏印会干嘛呢 当然不会停留在同一个阶段 我说过三十岁会去开拓欧美市场 还有国际市场 另外呢 我想 梦想会更大 我想去创造一个 学院 一个 可能是一个大学 University 然后去 教导人家 就是工厂管理 还有才艺 还有就是可能歌唱的职业这样子 因为我想就是说 如果不能欠你们 你们自己可以欠自己 自己去经营 然后自己去发展 因为现在所有的怎么说 逻辑啦 还有生意的方式都已经换了 因为时间在改变 所以我想培养下一代的那个怎么说 下一代的新人 也希望说大马真的是娱乐圈 会越来越发达 剪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 剧场